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亮丽 但比较可惜的是 我们再回到盘中走势 比较可惜的是在今天成交量只有2940亿 可以说是虎年开红盘之后 这三天成交量最低的 但在今年整个国际股市的气氛是不错的 我们来看到 画面上就是国企指数大涨了2.47% 再加上香港包括大陆在今天的大涨 反映的是中国国家队要进场了 港股画面上你可以看到大涨了2.06% 港股入股的大涨反映的是 中国国家队的力量确实在发挥效益 我们再来看今天晚上 此时此刻正在交易的美国盘后盘 画面上所看到的是Dow Jones 现在时间是 录影时间是傍晚的5点19分 美股的盘后盘 Dow Jones目前是反弹上涨0.57% 上涨了超过200点 现在一跳涨了200点 我们再来看那达克目前也是上涨的 涨幅更凌厉 上涨了0.81% 涨了119.5点 这样的乐观气氛会延续到明天的台股吗 我们来看台股在今天最重要的几个重点 我们帮您做了整理 第二重点是投信联期买主导了整个盘式 在今天创为世新公道的涨平板 明天美国要公布CPI 大家对这个7.3 近景就近了 现在看起来好像已经免疫了 因为外资在今天空单回补了4100扣 我们再来看到圆月营收 明天要全部公布了 在今天的南店 智原强攻到涨停板 而外资在今天终止了连四卖 今年买超了104亿大买友达 买超第一名就是友达 同时领先大盘正商月线的股票 在今天一马当先信心公道了 大涨超过了7个百分点 另外货柜 今天表现比较弱势 但航空表现很好 所以在航运股里头 在今天长荣航空创下了今年的高点 以及跌身的元宇宙股 可以说是嫌疑大翻身 不止红大店大涨 Oh my God 还攻到了涨停板 咱们解读今天的台股 最重要的本会 一条一条帮你来做解析 好 现在介绍来 节目现场的来宾 要请来 议员教授郑天宜郑老师 大家好 双周总主笔吕国珍 大家好 要请财经专家 赖先生 献哥 阿观好 大家好 财经所助理教授 谢晨燕 阿观好 大家好 要请资认分析师 谢宗林 专家好 大家好 今天开始 带你来关系的是 台股在今天占上万八 占上十日均线 三纳法 总计买超了176.66亿 在刚刚稍早 我们看到了 美股盘后盘出现了上涨 最主要是佛奇说 美国疫情全面爆发的阶段 急紧结束了 我们都好好解解 这样的气氛 能够持续多久 就是反弹气氛 能够持续多久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国家队进场了 所以刚刚看到了港股 看到的路股 也出现全面上涨 所以从亚洲到美国 现在的气氛是蛮好的 对 基本上现在是 不是只我们在涨 现在全世界的气氛都好了 那我们刚刚是不是看到 中国国家队进场 对不对 对 重点是国家队 我相信在经济学里面 我们就讲什么 重点是国家队 对 我们就讲说 什么股市是经济的出疮 对不对 中国被美国自然那么惨 它经济根本就不好 但为什么会涨 国家队 对 因为它是共产国家 股市是经济的出疮 不适用好不好 它只要国家输了算 党输了算 它就会涨 好 所以画面上可以看到 其实从短波段来讲 它是再创新高的 对 再创新高 而且均线基本上开始纠结 也就是 这是国气质 这是香港很生之数 也就是如果说 中国这边开始涨的话 其实怎么样 其实就是全世界 大部分都在涨了 那美国这部分 佛提说什么 佛提说疫情的部分 其实就是最恐慌的部分 可能要结束了 结束就代表什么 代表要解封了嘛 今天要开始复苏了嘛 好 所以现在 现在是傍晚的5.23分 我们再次来看 目前的盘后盘 那达克目前是上涨 120点涨了0.81% 到Juice呢 目前涨幅持续微幅扩大 目前上涨0.58% 涨了205点 所以从亚洲 到目前的美国股市 表现都很好 明天的台股呢 明天台股基本上很有机会 虽然说短天上 遇到这个月线反应 但是国际股市如果都好的情况之下 它是有可能冲过去的 而且 而且其实我们这边有一个 非常强的在下面互盘的 比如说什么 最近最强的是什么 投信 因为之前外市一直卖嘛 但是卖老板卖不下去 但是我相信我有一次跟大家提 就是你要关他投信 因为投信买的是趋势跟价值 你看这部分 这几个 大盘在下来的时候 他们都怎么样 毛起来买对不对 毛起来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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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跌的时候都买 那这些跌的时候 其实这些跌的理由 不管是什么 什么要准备升息 不然什么疫情 不然都打仗 其实大部分都是 有些都是什么系统性风险 那系统性风险 一旦只要市场顿化了 它都怎么样 它就会涨回去 利空顿化之后 那为什么投信这边一直敢买 当然第一个 它找好了股票买 第二个呢 政府复盘嘛 复盘基金一大堆都在里面嘛 所以跌的时候 我这会有机可图 他就开始买 所以买到现在为止 虽然说短天上 如果说我们光从这边来看 你可能会觉得说 这看起来像不像B型要反转 目前看起来 如果说我们再把均线打上去的话 因为这边还有月线 对不对 如果说我们旧线论线 你会觉得说 这很像是反弹 但是反复反弹 其实不是重点 因为现在怎么样 现在正在上演一个戏 叫做大盘青青坛 个股一片天 因为很多强的股票 我根本不管你是不是反弹 我已经创新高了 创新高就代表说我是多头 好 既然现在内资的力量 特别是投信的力量 在主控盘式 我们就回来看投信的股票 投信这天到底买超了谁呢 常罗航 智元 华航 华方店 红海 这是今天买超的 景硕 新兴 富财 中信金和创围 今天买超的个股 第一名是常罗航空 对 你看常罗航跟华航 两次都在里面对不对 它不是什么配对家 不是什么我只买一次 另外一只没买 它两次都买 我们来看常罗航空 那两次都买 为什么 我们刚刚是不是讲 美国这地方 你今天准备要好准 可能要解封对不对 美国都解封其他国家 其他国家已经有了 鬼他说不用戴口罩 那会不会戴人 你货运的货架 运架上去 然后你又开始准备戴人 所以这股价当然是欲小不易 投信买什么 买趋势跟价值 也就是趋势跟价值在这地方 所以30.55会过 我认为是有机会 因为之前的报告 像之前涨上去 后来跌下来 跌下来有什么 之前掉下来是因为说 疫情又开始起来 对不对 所以戴人的部分 可能会有一点点问题 但是现在如果戴人部分 开始没有问题的话 你这一段涨上去 就是反应什么 反应后面会戴人 那时候报告 反而报告基本上 都不是写这里 都写蛮高的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一段跌的理由 现在已经不见了 那不见得怎么样 不见得恢复 恢复后面要戴人 运架上去 后面要戴人 所以当然就是持续成长 今天如果说可以赚三块的话 所以这一档个股你是看好的 对 就是华红跟常红 基本上都可以留意的 好 那我们也来看 那投信连续买的呢 我们来看到投信连续买超 而今天有常红挑战新高的 对 其实一桃拉股 一桃拉股 但是我们列几档重点股了 智元 创围 油田 彩晶 富彩 齐鸿 富彩在今天看到三位数 对 其实富彩一般来说就是 我们都说它是mini LAD 对不对 有富彩 台表科跟什么 跟惠特 这三支其实投信 从年前开始就一直买 一直买 长一买 爹地买 然后今天富彩先上去 为什么富彩会先上去 今天冰冰球的超红黑棒 为什么 因为其实 3714 其实它不止只有mini LAD 现在市场上在传什么 苦力是不是有做第三代半导体 对不对 苦力就是之前LAD的公司 然后富彩也是LAD的 所以它也有做什么 它也有做第三代半导体 市场上传说什么 它的第三代半导体 还是出给台积电的 连接到台积电 那就度了筋了 对 所以就是双重提材 双重提材就上去了 上去 它一上去 有没有带动其他的 比如说像今天台表科跟惠特 全部都上去 而且投信要大买 所以就这一挂的部分 都投信都大买 而且这个全部都 都沾上去 今天最高141 这个 这个是台表科 对 这个也都快过去了 所以就整个 主席来讲 投信买的是一个整个趋势 所以我们要回到公格来看 投信买的 而且在今天又长红 又挑战新高的 这里头还有机会在强攻的 其实我认为都有机会 如果说 你们肯定在那儿大 我说实在 因为今天 娟姐 你也稍惊一下 现在是2月9号对吧 投信如果要作帐的话 是3月底它还作帐 所以这些股票它会抢到什么时候 不会只抢到今天 那你最抗好谁 最抗好我认为 尤田 3455 来我们来看一下尤田 我们先看盘中走势 尤田在 今天中午过后 抢梭涨停板回到日K线 这次可以留意 我记得在年前的时候 我有跟大家提告过 说他虽然是做设备的 但是出什么设备 尤田跟仲田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他出给ABF载板的设备 那ABF载板今年趋势是非常好的 趋势非常好的话 他今年可以赚多少 他今年保守赚十块 好一点赚十二块 如果说我们就以十块来讲好了 这本一比十一倍 十二块来讲 十二块本一比不到十倍 所以基本上还是非常低的 然后创新高 如果说你再把投信打出来看的话 你就发觉 投信人买一桶子 投信人买一桶子 就整个买上去 所以我们刚刚说 这些是投信索马股 连续买超股 他就一直在买超股 所以如果说你就一个本一比来看的话 基本上象征股票都还算低估安全 好 所以我们要来投票 目前不管是从亚洲股市 还是从美股盘后盘来看 气氛都是乐观的 那么如果影响到台股 明天非常有可能往上开高的话 开高追不追 明天如果开高追不追 认为应该追的请举圈 好 明天开高追不追 大家都这么勇敢 勇敢不带完囊 来 陈彦 其实基本上我认为 刚才这个重点 可是连续三天加下来 已经涨了476点 明天再开高 超过500点再来追吗 不要纠结在指数 因为真的好的股票 很多积齐低 而且法人重压 刚才钟宁讲 一路要做到三月 我觉得可能性非常大 所以不要纠结点数 不要纠结点数 谈完了投信 来谈谈外资 外资难道已经改变心态了吗 外资本来在今年虎年 是连续站在卖方的 但是在今天终止连私卖 转为买超了 在今天外资买超了 104亿 特别是在外资空单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空单在接回补了4千100块 资老师 整体来讲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明天才要公布4票 再来刷复 这个已经大家都知道了 现在是已经免疫了 对 而且那个十元期公债 也来到了1.95以上了 那我们两年期的公债的话 它的职力也来到了1.3以上 是你意思说 怕久了就麻痹了 最主要 各位你要去探讨一件事情 在从2000年之后 我们的十元期公债殖利率 跟美国联邦基金的利率 它是跟股票成正相关 也就是说 它十元期公债殖利率往上涨的时候 那相对的股票是往上涨的 好 怕久真的麻痹 我们来看目前 现在是晚上傍晚的5点半 最新的十年级公债殖利率的数字 现在已经稍微回落 来到1.92 回落了1.85% 现在是1.92 已经开始回落了 对 那过去的经验的话 我们时间期公债殖利率来到3%的时候 半年之后才会崩盘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3%吗 对 这是我们过去统计的观念 那要过很远的距离 当然后面的话不会长那么快 但是大家看到1.8就开始 今天看到1.9就戳到4 都看到了 但是我过去的经验来看 再来我们的CPI 那我个人认为 应该是1月份跟2月份是最高 4月份的话相对去年来讲的话 机器比较高 所以它的CPI就会大幅度往下降 好 所以我们提醒观众朋友 明天晚上国际大事 就是美国要公布CPI数字 市场预估7.3 高得不得了会创40年新高 前两天市场的空单也好 外资的卖超也好 多在反应担心这个数字 但从今天外资 恢复空单的角度来看 似乎外部已经麻痹 所以我们从回补空单 以及台积电连电 这些重量级全注来看 到底外资的心态有没有扭转 那当然是有 那各位你要了解 台股里面最优秀的选手 最会跑步的就是台积电 它还没长大 所以我们没有悲观的理由 它是最优秀的选手 不一定跑得最快 对 那我们从 外资其后的净空单来看 你看外资也是人 他也是怕风险 所以我们在过年期间的话 你看到部空单到三万两千多口 那各位你们 今天回补了 从两万九千多口的空单 减为剩下两万五千四百五十二口 今天减了四千一百口 今天减了四千多口 那整体来讲台积电 为什么这段期间涨不上来 那因为外资 外资要企业里面的空单 要平掉 就是我的看法 没有台积电为什么不会涨 你看它一定要在涨 它就没有在涨 为什么 所以就是因为 因为它有空单 对 就是我的看法 那当然台积电跟连电 台积电有什么差别 他如果叫台积电 他的空单就了解了嘛 对 当然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是非常合理 可以解释台积电 为什么不涨的原因 那台积电呢 今年已经涨了 对 外资的心态也扭转了 对 那外资如果扭转 心态回头做多 它最有可能锁定谁 除了台积电之外 那就联花科 联花科来 254联花科来 对 就是半导体 还有电动车 这些股票 但是质疑 像联花科的话 我们在过年之后开 新春开红盘的时候 它也是利多嘛 那我个人认为 联花科也是今年 我们要注意的一张股票 但是投资人呢 会觉得这种股票太大 对 外资如果回头买超 盘市如果乐观 不一定要带这种股票 对吧 对 那我们要买什么 我说也没不对 你要知道 美国在紧收货币政策的时候 那有一些比较大 资本的比较大的 各位就尽量不要去碰它 因为它要涨上去的话 会相对的比较慢一点 所以我们当然要找的是什么 因为各位大家在讲 到时候时间起工 在职力往上涨的话 大家都看不好科技股 但是各位你要知道 只要你科技股 它本身来讲 获利也相当不错 而且它将来有创新的能力 我说高科技股 绝对比传统产类股 来得非常有机会 所以我们今天就把 一些相对本益比较低的 这些个股的话 来跟各位分享一下 那首先我们跟各位讲到 第一本益比业绩有表现很好的 对 老师整理了 逊德 广民 华锦 电 对 和红制 老师特别点名了这四档 对 那逊德的话大家都知道 它是台电的设备股 那我们在看到说 新春开红盘之后 我们看到 半导体的话相对弱势 但是相有一些设备股 它是强势的 那逊德来讲的话 它7年前三季赚了7.41 那7年大概有机会赚到10块钱 现在股价120几块 而且它已经站上了季线 所以这档股票 我个人认为后面还非常有机会 那刚公布出来的 一月份的营收 大概成长26% 就是大概4.35亿左右 所以这档个股 我们认为它是有机会的 那华锦店的话 各位你要了解 它也是设备股 那记得的话 我们在过年之前的话 我们讲说 它是一个破底翻 那阿关就讲到说 它的线都非常难看了 那我个人认为这个破底翻 那我们可以慢慢看 我跟贤你都会记住 贤的都会记住 贤的我也记住 再来的话我们看到广名 广名的话 各位你要知道 这一家公司一个很大特色是什么 很大配股给你的 就像说它去年 前年的话赚的 它大方不会很小气 对 0.41的话 赚0.41 结果它配1块钱给你 也就是说它配股率是230几% 联系4年都超过100% 所以各位你要了解 它今年的话 7年大概我们预估它有 每股影響大概3.5到3.5 应该有3.5 那3.5的话 它不排除有机会配到3.5块 如果配3.5块的话 你股价当时用45块 跟它算一下 大概有7.7% 那再来的话 你要知道广名的话 它有期待 我们叫谁做机器人 这一档 而且它站上纪线 机器人的未来的梦 红制呢 红制也是一样 各位你要知道 红制最主要 你要了解 它是连接器的 那连接器 关键以前也陷阱说 连接器很简单的东西 就是门槛很低 对啊 但是现在我们是要高频 高速度的 高功力的 连接器 那红制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整个 对你看一下 它第二季已经 它并购了谁 Zenesis 这个并购 这个是美国 有关连接器 一家大公司 那7年的话 前三季 赚了3.77 那代表什么意思 你各位可以看一下 前三季已经赚赢了过去的 我们前年的EPS 就是我们即便不算第四季 光光前三季都赚赢了过去了 对 那再来的话 各位你看一下 它之前的话 那毛利率带18% 那这段期间都超过20% 那2021年的话第三季 虽然21.76 那我们一股 它今年大概可以赚到5块钱 那重点来的 重点来的是什么 各位你看到它发行可转弱公司债 那可转弱公司债的话 各位你看到转换价格是50.4 50.4 它现在今天收盤的话 今天收盤是50块 那各位只要玩 因为它有可转弱公司债 它有花钱选择钱 也就是可转弱公司在选择钱 那一般 谁买可转弱公司债呢 都是公司大股东 都是公司大股东的亲朋好友 所以如果它发行的转换价在50.4 它没有涨上50.4 对亲身50 80元都交代 一般都是这样 所以我个人认为它应该 因为它的EPS又不错 那发行可转弱公司在现在50.40 CP方50.4 那我们看到它股价已经快要到50块 各位你只要玩过选择钱 你就知道 只要快要接近所谓转换价格 也就是利益价格的话 那个股价都往往冲得特别快 再来它今天终于 之前的话跌破期限 今天又站上期限 往上涨 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一板个股 你们可以期待 好 既然外资在今天已经扭转 现在回头回补空单 而且一补补了4100够 那也不用靠台积电压盘了 也不用靠台积电在期货市场赚钱了 那么台积电 我们请导播上一下台积电 台积电在今天上涨5块钱 来到633的台积电 到底能不能买 各位怎么看 请举拍 台积电633可不可以买 要不要买台积电呢 12345 物票一致通过 好 谈完了外资之后 我们几节带你来关心产业界 全球都在屏息关注的是 三星会大罢工吗 三星有没有可能 这几天出现成立53年来 首度大罢工呢 因为南韩三星呢 现在劳资谈判到目前还没有搞定 已经谈了15轮了 现在劳方已经发了通牒说 10天内如果我们的条件里不同意 我们要进行全集团大罢工 三星不是没有罢工过 三星过去的显示器部门曾经罢工过 但三星全集团大罢工 不 可能会出现第一次全集团大罢工 对全世界的产业会产生致命的重洗牌 当然会 那这个劳资纠纷是从去年的10月开始 劳方他提出了三个条件 第一个 每个人的年薪呢 要增加一千万韩元 就台币21.5万 第二个呢 你公司要提出你的盈语的25% 来当做我们的绩效奖金 第三个 很多啊 比台湾都还大 第三个 我们要享有特别价 我不晓得韩国没有特别价 而且最后通牒 因为已经四个月十五轮了嘛 你都没有一个结果 最后十天 如果你不答应的话 就开始启动全面罢工 对 阿关刚刚讲 韩国不是 那个三星不是没有罢工 去年的六月 它的一个显示器厂 他们的员工要求 基本工资是基层员工 他说我们基本工资呢 要提高6.8% 结果是由六个工会干部开始罢工 那到7月5号 有百分之八十三的 他的一个员工呢 他的工会的员工呢 就接受公司的提议说 买啦 4.5%啦 这样就没问题了 才两个礼拜喔 两个礼拜 那一次有解决就对了啦 对 但是你知道 它的显示器呢 占全球的12%喔 那全球的12%在电竞方面 就占38% 在曲面方面占61% 因为这个事情让全球的面板连续涨了12个月 只有一个显示器出门 那不是只有两个星期而已 两个星期百公就能让面板的报价连12涨喔 你如果高速 那这次就是大百公是集团耶 集团包括记忆体 包括面板 包括手机 那个影响很大耶 对 就是高速公路你看了一个车祸以后 会不会塞了五六个小时 就是一个小车祸嘛 所以这一次如果全面性的53年来 第一次大罢工 全世界很多产业界的人说 没有办法评估 我没有办法评估到底它的影响有多大 那会点燃这一次罢工 最主要是韩国的才华文化 我们知道韩国现在全世界的经济体 是占第12名 是才华文化榜上往上推的 那三星是全世界最大的才华 因为这样子 我这些才华尤其是三星 它的整个每年的产值 占韩国GDP百分之二十以上 所以一直在 韩国真的坦白说 真的是怕老风 弄到人家买这个 因为它有钱有权 所以压榨劳工 所以劳工一直压榨 忍气吞吞到现在 冻不住了 压不住了 我举一个例 在今年的农历过年前 韩国的一个快递司机 一千七百个罢工 为什么 因为光是这两年的疫情 他们有十七个快递司机 死已过老死 那有一个记者就跟着快递司机 去跟拍 一天的工作 十三小时到十五个小时 那吃饭呢 要怎么办 吃饭就在车里面 去买个便当 二十分钟吃完 赶快再送 他说有一个司机 有一天接到一个单子 但是在台湾的 富佩大陡也是这样吗 没办 但是你知道 他每一件才六十块台币 那快递司机分不到十五块 你说有一个快递司机 有一天接到一个单子 八代白米 每一代是二十公斤 而且要送没有电梯的五楼 他说只排五楼 排八边 二十公斤排两个胸都弄了 所以这一次很多人说 如果真的罢工的话 那它会影响到什么 三星有两个全世界的 第一的宝座可能会掉了 第二个 台湾会有转单的效应 三星两个全世界第一的宝座 当然是记忆体还面板 对 我们先来看它的记忆体 那它记忆体占全世界44% 全世界第一名的 它的产值 产值是 115.3亿美金 等于台币3210亿 所以这个产值非常大 占整个半导体来讲是29% 那其实呢 我举一个例 你就知道它的影响有多大 它有一个平折场 在去年呢 它曾经断电30分钟 那断电30分钟 马上有6万片的一个经元 就整个报废了 那6万片占它多少 占它整个记忆体的11% 那占全世界3.5% 你看多厉害就好了 才30分钟 30分钟 30分钟你整个 你那一两五个 整个你都打掉了 这件是大八公 那不是30分钟可以解决的事情 是啊 所以已经越严重了 对 再来我们来看面板 那面板来讲 在手机它是占48% 也是全世界第一名 在电视占21% 也是全世界第一名 所以光是面板这个部分来讲 它以去年的上半年来讲 电视方面就出货了 2,080万台 所以这个一高起来的话 我跟你说 我们台湾的面板真的好看得到 好 所以我们不知道 到底三星会不会大罢工 但是全世界总是要遵逼嘛 很多分析师说 三星如果一旦启动集团大罢工 那么台湾不管是 记忆体还是面板 双低族群 都有转单受惠的机会 对 那我们来看 今天这么多 其实都在开盘之后 开高之后一路走高 南亚科当然就是因为 美国的美光大涨 那华邦店也是 那望宏呢 其实望宏我觉得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可能丫兴对白了 那友达跟群创 感觉就希望他今年能够高配 所以高值率率 那到底如果 最近这三星的一个 一个严重性 越来越严重的话 这次我跟你说 真的是比苏欧跟乌克兰都比较严重 真的比三月要升级比较严重 那这些加起来的话 我觉得群人可以特别注意一下 第一个 它可能是高值率率 低本一比 我们来看 它去年前三季32.15 因为第四季还没有公布 它有一些意外的 所以它的估算 就稍微有一个乱举 40块到50块 用45块就好了 45块 现在今天 450块昨天 刚好多少 刚好十倍 那今天再拉上去 哇 这支真的有点漂亮 所以这支高票 可以特别注意 好 所以我们来投一下票 我们不知道他会不会大罢工 但是此时刻 我到底要不要赌这件事 要不要赌他会大罢工呢 认为可以赌的 请 举 确 好 我要不要赌呢 1 2 3 4 5 有三票说要赌 两票不要赌 果真为什么不要赌 我觉得这个是不确定的因素 但是他们牢方的要求 我看起来资方不应该 但是三星占韩国的GDP 跟它的重要性是太高了 所以它可能还是 最后还是会去协调 所以你用它会让步 还是会让步的 所以有两位不赌 有三位要赌 那我们三位要赌的 再来投票就好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我要赌的话 我到底应该压保 低远还是压保面板 认为应该压保面板的给圈 压保低远的给擦 请取拍 都赌 低远族群 那憲哥选的是群联 台湾的三星大罢工之后 我们持续带您回头来关注 台股今日最重要 今日最重要 刚已经谈过了投信 谈过了外资 紧接着要带您来关心的是 圆月营收 明天通通要公布的 明天是十号 在今天南店致远往上强攻 圆月营收股 在这个时候可以做多吗 那么稍后还要来提醒您的是 外资在今天终止连四卖 今天买超了一百零四亿 大买友达 外资为什么买友达 现场为什么都投敌人呢 我们先来看圆月营收 我们请宗林带我们来看 今日台股最重要 圆月营收要公布了 对 没错 其实这些都已经公布了 那公布出来 当然如果说你要做动作的话 我们刚刚是不是讲过投信对不对 我认为如果说你要找的话 你还是找投信有的 你会比较安全 就是圆月营收又好 投信有买 对 没错 那投信有的 圆月营收好的 基本上就签名这四檔 这两档也不错 但是投信没有 这四檔是南电群光志源 导威 这四檔是 投信有买的 投信有买 这两档是投信没有的 营收又很赞的 然后勇德和伟权店是投信没买 但是营收很好 勇德创历史新高 伟权店创历史次高 对 基本上这两支不错 那投信没有 投信没有的话 其实股票也不用那么多 我们找 这四支基本上都可以看 对 尽量细选 那如果说你的操作习性 是属于比较安全的 比如说我也有职域的 那要职域你要选谁 要职域就群光 它可能稍微冷一点 它是做那个电脑周边的 比如说什么键盘 电电键盘这些的 它的获利不错 但是它很稳健 对 就是稳健 它的题材就是 它不是那种什么 比较标的什么什么 第三代半导体 它虽然不会长不停 它虽然不会涨停板 但它问问涨 涨不停 而且它到目前为止 它是有职率保护的股票 所以如果说你是 比较属于稳健保守的 我说你可以看情况 如果说你是属于 比较老子的 老子要看什么 不要说老子 比较偏偏 比较偏偏就是资源 来 3035的资源 我们来看 3035的资源 我们先回到公格 来提醒一下它原月份的营收 是10.5亿 月增12.5% 连续三个月创下新高 对 这种是 因为IC设计 我相信IC设计 大家都比较清楚 因为它现在也有族群性 因为阿姆 担担要看肌肌 担担就是担肌肌的 就是资源这个 头信也是一样大买 我说你可以留意这个 或是说像德伟 德伟这个是第一点开始反弹 所以这个追没有关系 既然要敢拼了 基本上 所以基本上是OK 因为这样子的趋势 这是有趋势保护股票 因为我看到这条线是什么 这条线是什么 基线 对 刚好碰到基线反弹 之前掉下 掉下这边它才有指纹 像这个如果说你可以 是拉回再买还是勇敢追驾 基本上这都可以追 因为头信刚开始再买 这个是之前回很深的 电动车它是做电动装的 而且它出给电动 二极体它是出给电动装的 所以这个是趋势股 基本上是有保护的 也就是说 如果说你要 五件的群光 比较投机的 像德伟跟志源 那如果说你要 有法缩加持的 这是有族群性的南电 我们就说南电 营收创历史新高 像南电 景硕跟什么 跟那个星星 对不对 星星在2月23号 掏开法缩 那星星今天也是大涨 反正就是这三只 只要一只涨 其他两只都会跟着涨 它们是薯条三胸 对 它是薯条三胸 就是大家都会涨 但是都会涨的话 其实今天新闻 有消息说 星星在23号开法缩的时候 可能会有好消息 那到底要薯条三胸 第一号选谁 选南电选星星 还是选另外一只 我觉得都可以 因为这三只 我最不喜欢听 都可以 金兄大 不是 因为这三只是同样的 那同样的话 如果说你要挑 因为南电它比较贵一点 如果说你要比较便宜的 星星 3037星星 来看一下星星 星星 星星价位稍微低一点 但是反正就是都会涨 我的看法是都会涨 在月底的时候 应该法说会有好消息出来 所以月营收 仍然会持续在股价上做反应 好 谈完了 台股今日最重要之后 我们再回到新闻面 带你来关心 新闻产业界 在今天还关注的是什么呢 我们说上个世代呢 谁有石油 谁有天下 有油的人 说话最大声 但是这个新的世代呢 取代石油 重要地位的就是金片 谁有晶片 谁得天下 所以金美机成为各强国 最主要的角力场 包括美国 美国说我要拼晶片 所以他公布了竞争法案 准备要花几百亿来做晶片 找了英特尔 而欧洲呢 欧洲说我也要拼晶片 欧盟也公布了新的晶片法案 同样也要投注几百亿 老板拼晶片大业 陈彦 没错 所以今天我们先看到 这几支股票 台积电 联发科 这个涨OK嘛 世新 世新在农历年前 涨成怎么样 根本就没有在动 尤其是力旺跟金星科 在农历年前我算了一下 跌了多少 四成 跌四成 你刚刚说世新 涨成怎么样 是涨 涨得不好 不是上涨的涨了 对对 我们口白不要打错了 涨得怎么样 涨得不怎么样 不怎么样 对对就是不怎么样 那力旺 金星科更不怎么样 农历年前跌了四成 为什么突然之间 这些不怎么样的股票 突然在 当然台积电联发科不算 就这几个突然 联尾全定也是 农历年前我们不是在讲吗 缺供应链的问题都上来 其实最重要的关键是 美欧 不得了 我觉得他们真的拼了 已经不是嘴巴讲 他真的力挺 为什么 美国通过这个竞争法案 好 我拨多少 520亿 让你成立一个晶片基金 我来支持你 欧洲说那我们也要 对不对 我欧洲也来成立这个法案 那我通过多少 430亿欧元 我们一起来才来弄 那不只钱嘛 你只有钱没有用嘛 有时候你这个产业 不是光打把钱砸出来 就能够打出天下嘛 要不要派重量级的人物出来 这个肯定要嘛 美国派了谁 哇 英特尔就闪亮登场 你的队长是英特尔 闪亮登场 他自己说我们要开11米金 要做什么 他竟然也要来弄一个生态系 大家一听 半导体生态系 这个生态系 感觉很厉害 很厉害 半导体生态系 不是学我们台积电吗 对 你为什么要破我的梗呢 我要说很厉害 然后我那句话还没讲完 我的小晶片技术 要突破我的定律 这句话还没讲完 对不对 对 没错 俊杰你刚才讲 他真的是学台积电的 坦白说这个生态系 大家觉得好像很厉害 说真的没什么 因为台积电在2008年 其实已经在做这件事 当时他一年砸一亿美金做什么 我把上游设计服务 我把IP全部拉拢 我跟客户讲 你不要怕 我只要一出手 我一定要让你赢 你的需求我都能够满足你 就打造了这一个什么生态系 好 那你说他模仿他 可是模仿 不只模仿 我觉得他还做了一件 很到位的事情 什么事情 直接挖人 对不对 挖台积电了吗 一定要这样 一定要挖人 而且还不能乱挖 就是要挖台积电 所以美国队长的 跑台湾来挖人就对了 对 那你看 我要做生态系 IP是不是很重要 所以他就挖谁 他就挖IP的人才 美国当时 台积电美国的分公司 负责IP部门十年的 那我懂了 而是世界为什么今天大涨 因为英特尔最佳合作伙伴 一定是台湾的IP业者 对 那所以当然做这件事情 你挖了 你模仿了 挖了人了 接下来更到位的是 你要他当时跟谁合作 你也要跟他合作嘛 那因为现在号称就是 Intel 我可以做到所有IP三个部分 包括S86 包括ARM 包括Risk Fine 我可以一次到位 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 那真的在IP部分等于拼了 那当然就要找力旺 找金星科 找M31 把他拉进来成为 应该叫 成为Intel生态系的成员 对 叫美国队的队员 或是生态系的会员 当然欧盟也非常厉害 这是美国的部分 那欧洲队长会找谁呢 当然这个欧洲队长一出来 很帅啦 但是可是大家可能不太熟 但是他真的很猛 这个叫IMAC 其实我们以前在节目讲过 找IMAC不是找艾斯莫尔 不是 因为艾斯莫尔 我知道艾斯莫尔会听老美的话 我觉得艾斯莫尔 艾斯莫尔可能可以当副队长 当副队长 因为这个IMAC是 他非常厉害是 因为你队长有时候你要出头脑 那这个IMAC是比利时最大 这个我们叫微电子 独立的这个研发机构 那其实我们以前节目讲过 台积电前面很多的研发的知识 都要来自于IMAC 就是IMEC IMAC 那他就是很厉害的精头脑 为什么我所有半导体先进制程 前面那个知识前员 高达5500亿美元 这么大的产业的产值 其实握在他手上 所以以前这个 英特尔的基辛格讲过 他说欧洲有两个珠宝 一个是艾斯莫尔 我们这个理解 另外一个就是IMAC 欧洲的珠宝不是在女王的皇冠上 对 而且很重要的是 他现在跟ASMO 你知道他都 因为我是做前沿的知识的研究 其实他都领先一般现在市场上的 制程两三代 你知道应该是明年 明年其实IMAC跟ASMO 他们2奈米的这个光刻 EUV这台 明年会出现 所以他等于跑在前面 满足你这些场上 不过当然你跑得这么前面 也有可能会被窃取 对不对 因为你那知识材 所以2018年确实有抓到 这个中国籍的一个研究员 把他驱逐出信 当然涉嫌就是间谍偷东西 但不管美国要拼金片 还是欧洲要拼金片 我认为他们怎么拼 都不能没有台积电 对 因为如果说今天他们一拼 就会影响台积电 我想台积电今天股价应该要大跌 但是没有 为什么 其实很简单 你Intel 如果今天你能拼得过 你还要委托台积电吗 实际上他现在 代工的部分还是得靠台积电 自成落后之外 量也跟不上 所以代工还是要委托台积电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那另外其实在欧洲的部分 大家可能会想 其实过去 如果不是我们节目 再跟大家分享 我相信大家不理解 原来欧洲也有半导体 因为我们对半导体的理解 应该就台湾 韩国三星 但是我们节目真的贡献很多 让大家去理解 英飞龄 恩智谱 恩智谱等等 依法半导体 但是他们的强项是什么 其实是在电子 就是过去汽车电子这一块 他们其实对于 比如说智慧型手机这一块 比较高阶 他们其实错过了 包括记忆体这一块 他们一直在拼这个 那所以你说如果他要拼这个 他要不要仰赖台积电 要 那你说他们三巨头这么厉害 自己不能做吗 很简单嘛 三巨头就会有心结嘛 你看像我跟钟灵 我们是没有心结啦 但是你说心结你要拼怎么拼 恩智谱要拼英飞龄 英飞龄又想办法病了 这个赛普拉斯 就是要再拼过恩智谱 所以我觉得要合作也很困难 好 那我们回来谈 既然欧洲美国都要拼晶片大业 而美国的英特尔这个队呢 他被迫得拉拢台湾的IPs 不然拼不起来嘛 对 当然就整体来看 IC设计应该有机会 IC设计我觉得肯定有机会 当然你说就 我们往下来看 对 我们往下来看 因为我觉得 这些是站稳均线的 对 我的思考的逻辑是这样 就是我们不要去做一些 自以为是的事情 所以我们先从投信的筹码来看 我就发现说像四星 还有智元 还有包括杨智 联发科 创围跟长科 都有投信的买超 而且站稳所有均线 没错 没错 如果它还在跌 坦白讲我们也不知道 到底这个后市怎么样 那也站稳均线 这两个条件我觉得很重要 当然四星的线图 这个结构 我说前面长得不怎么样 真的是不怎么样 但这个打上来 我觉得化妆过OK 那智元的部分 其实刚才钟宁有讲过 其实这也是OK的 然后包括杨智 其实这个是 硬量一直推荐的 他建议的 你看这个股票也不好 我不想听硬量和钟灵 我想听那你选谁 我想听那你选谁 好 那我选谁 当然千万不要一次讲 因为你接着我要讲 我知道你接着要讲 那郑老师喜欢这一字 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 我才刚要讲 别插饭啦 我只要问你 你要告诉他一句 那当然不可以说都好 因为主持人不喜欢听 那所以这里面 因为呢我们知道 一般投资人口袋没有比库馆长嘛 那我可能都买 都买菜池都买也没得到 但是我还是给两个答案 第一个 如果我比较积极的人 其实我觉得创委是真的不错 现在产业的另多各方面 我觉得 这个很早喔 今天十点多就锁掌堤 一路锁到底的喔 其实像这种环境 你一定要去追 他会强势的 这个是冠军奖的 所以现在的气氛一定是追强 而不是买蝶身喔 不一定 我说我是积极的人 当然蝶身我是没有兴趣啦 蝶身我比较没有兴趣 这是事实 所以这个我会喜欢 但另外一个 我们的观众不见得 稳健型 每一个心脏都这么强嘛 有一些可能喘气还喘不过来的 像这种长颗 六五四八 对 它基本上 你封装你的导线架 你的获利也稳定 看这种线图就没搞水耶 不会不会不会 但它就很老实 像我这样子 就很稳健 然后能够提供大家一些 比较好的建议 就可以选这种 好 但是年前 大家不是都说 IC设计本益比太高吗 不是都说 会进行本益比的大修正吗 那过了一个年之后 IC设计突然就变得 这么可爱了吗 真的可以买吗 各位怎么看 IC设计族群 请举牌 认同的给圈 可以买的给圈 一 二 三 四 五 年前你们是不是给差 好 现在有五票 因为整个区分已经转变了 不过刚刚特别谈到了 欧美都要拼晶片大业 不管是谁都不能没有台积电 今天老师也说 好 你们爱我们台积电 是不是 大家都叫我们台积电去设厂 那环球晶这个案子没有过 有可能会影响到台积电 去德国设厂 老师也怎么说呢 环球晶并视窗竟然破局 五千万破局 因为德国和中国 一个半黑脸一个半白脸 结果完了两手策略之后 卡了这个案子 让我们环球晶并视窗破局了 环球晶并视窗破局 表面上跟台积电没有关系 但实际上老师也说 这会影响到台积电去欧洲设厂 为什么 国际 这是因为全世界正在兴起 一个晶片保护主义 国族主义 每个国家都希望把晶片 这个生产留在一个 在他自己的国家里面 尤其是这两年来 看到了所谓的缺晶片 导致自己的工业 都要受影响的时候 所以英国不让他们的失创出价 德国在这时候出手反对 就代表说 反正现在无关于大小小小 都要留在他们国家就对 都希望留在国家 因为每个国家 那你还叫我们台积电 日本叫我们去 美国叫我们去 德国叫我们去 那我们干嘛去 对 这除了一个晶片保护主义 第二件事情 其实每个国家都在唱衰台湾 都说台湾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 尤其英特尔经常在讲 台湾非常的不稳定 对 我就会说 英特尔当然是有它的阳谋在 对 但是我们 其实我们这几天 我们在过年前 把整个台湾走遍一遍的时候 才发现说 其实事情跟大家现在发生的 根本都不太一样 我们从花莲开始走的话 我们在花莲可以看到 比尔盖茲的瑞典公司 你们上周 过年去这么多地方 我们去过年跑 瑞典 比尔盖茲的公司在瑞典 法国的液体空气集团 跑到了桃园 跑到台南去投资 还有丹麦 还有荷兰的艾斯摩尔 跑到新竹跟苗栗 接下来德国的默克 还有美国的英特格 世界有八大强国 都在最为 都说台湾是一个最危险的地方 可是他们拼拼 都在我们这个地方投资 拼拼 拼面的跑来台湾来投资 其实变成是一个 整个台湾比过去二十年来 平均的投资多了49% 也就是说外商正在拼命的 抢投资台湾 那这么多外商 这么多大企业 砸钱在台湾投资 其实台湾很安全 对 所以我们就看到 看到这些外商的时候 就难道你们不担心台湾 被人家说得很危险吗 结果德国默克的 台湾区董事长跟我说 这是台湾三十年来 最好的投资机会 所以默克就跑来台湾 这家是一个 354年历史的 德国一个老字号的公司 又有药厂 又有特用化学品 他投资了170亿元 未来五到七年 都要加码台湾的高雄 我们去问他的时候 其实他跟我们说 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地方 默克把最先进的制造跟研发 都放在高雄 而且涵盖了半导体四个领域 没有第二个工厂 只有一个工厂是在高雄 在台湾这个地方 而且他做的东西比奈米 还要更先进 是到原址等级的 所以整个台湾 大家想说为什么这么危险 如果八大强国外商 怎么拼命都抢来台湾 所以我们那时候 就去访问经济部长王美华 王美华就讲说 这些外商因为在自己的国家考试 我用举例考试大概只能考80分 来台湾跟台积电一起考的时候 可以考90分 原来台湾已经变成是 可以提升这些产业 这些外商 可以把它训练起来 等级拉起来国家 所以我们这一次也访问了 英特格的全球CEO 变成要考90分 这是王美华部长 华华部长自己讲的 来台湾跟台积电一起 反正来台湾补习就会加分了 所以英特格的全球CEO 罗伊我们就问他 其实他的市值比日月光还要大 他就告诉我们 最重要一句话是什么 懂台积电是台湾最大的优势 原来我们台湾的台积电这么重要 要懂台积电才是台湾最大的优势 所以我再举 刚才谈到了法国的液体空气集团 因为大家可能对液体空气集团 觉得很陌生 液体空气集团 默克我还听过 没听过液体空气集团 这有厉害吗 全世界最大的 特用空气的一个供应商 有多厉害 台积电要做所谓的极止外光 EUV的时候 他必须用雷射光去打所谓的锡 一秒钟要打五万次的雷射 把它完全气化 气化制造的锡虽然可以做成 极止外光的曝光之用 可是那个锡会落在 所谓的整个枪体里面 最后要用氢气把它吹掉 氢气谁来供应 就是这个法国液体空气集团 专门在供应这个奈米级 还有电半导体级的一个特用化学品 所以他在台湾也大规模的投资 我们看到那个车子 法国的车子 这是氢能汽车车啊 他来台湾不只要供应 所谓的台积电的 所谓的EUV用的氢气 他在法国其实有600辆的计程车 其实都用氢气的 未来他在台湾也会供应 这个最绿 就是这个排出来没有任何的碳 所以最绿的氢气要在台湾来实验 所以以后 可能台湾的各大城市 从高铁到科学园区 他可能会有氢能车 都会有氢能车 就是这个法国的液体空气极端 所以他厉不厉害 当然厉害 所以八大强国的外商 都来到台湾 那我就懂了 为什么在今天盘面上的特化股 涨那么多 今天特化股很强嘛 对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因为呢 上周让我们发现 原来全世界最大的特化公司 氢气集团都来到台湾了 对 所以我们来看 包括CAMP 桑乎R TMH 高度高强度显影器的 还有再来是东联 还有圣医 这都是做所谓的半导体 特用化学品 用一个 用两个数字 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未来会有多好 英特格跟默克 他们来投资台湾的时候 看的就是五到十年后 台湾的趋势 所以他盖场 是要三到五年后 他会盖完 代表这个需求 未来还非常的大 而且都是高阶的制程 其实我们这一次也访问到 那我要买哪一次呢 我们当然是 你目前看 其实珊瑚化这种 未来具有回首 我们当然要问 那个上周没有灯的嘛 对不对 灯在上周的 我买一本杂具我就知道了 但上周没有灯的是 这么多档要买哪一档 三孵化吗 对 因为未来 1755 未来半导体有一个 很重要的趋势是 每个特用化学品 都必须要做到完全回收 即便TMH这种东西 滴到你的身体 五秒钟就可能 指挥你的心脏 停掉你会死掉 但是它还是必须要 做到完全回收 好 那我们来投一下票 特化股会不会是 如果你看好台积电 你又觉得台积电 走得太慢 你想要真台积电的光 又想走快一点 特化股会不会是一个 好的选择呢 请举牌 12345 今天大家都恭贺 五票全员一致通过